很多同学都有自在学习日语之后 做翻译或者传译 到底大家知不知道 翻译传译的工作是怎样的呢? 今次会借着野村老师的工作之便 带大家看一下专业的翻译现场 时次的研讨会是逐次传译 所以在讲者发表的同时 传译员需要迅速记低重点 将内容转换为目的语言 很多人以为只要熟读外语 就可以升任翻译的工作 其实不然 翻译员在现场传译的时候 需要应付现场各种状况 在两种语言之间 做迅速并且准确的转换 不单只要有良好的记忆力和报纸能力 也要同样稳稠的反应 尤其是日文和中英文的句子结构 有着很大的出入 在进行转换语言的内容组组的时候 需要重新组成句子 另外文化的差异也会影响表达的方式 译者需要充分了解 和随时跟进语言背后的文化 因此成为翻译全译 除了要有一定的语文能力之外 也都需要接受专业的翻译技巧训练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在这里我们会看一看夜村女士 如何将港姐的普通话 逐次全译成日语 其次研究地点的概况 第三我们的研究方法 就是结果的讨论 第五结论 最后参考一下 今回のお話ですが まずイントダクションがありまして それから研究のスポーツの説明 それから投稿論 そして結果とその検討の後 結論を申し上げたいと思います 要开始今天的介绍 首先要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背景 我为什么做这样的研究 从2002年开始 我首先在一个 環保NGO里面工作 主要针对生物多样性 气候变化 和少数民族的传统知识 私は2002年から 実は環境保護のNGOで 担任をいまして こういった気象の問題 それから分解者の 保護の問題に 一つというふうになりました 那么从2009年开始 我从NGO退出 开始的学术研究的过程 一方面进行民族生態学的研究 一方面进行中国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 和生物多样性相关的 传统知识 数据库这样的 一个建设工程 その後 NGOの方で NGOの方から 研究の方に 指導と移住しまして それが2009年のことでした 现在では 少数民族の ノーグラフィー 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 やっております 所以我的工作 是基于我在NGO的工作 也基于我在大学 进行科研的工作 进行的 两方面的基础 那么 近年来 极端气候和气候災害 在世界各地 都频繁地出现 给人类社会 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比如说最近 刚刚发生 在菲律宾的海面 这样一个台风 包括给中国 东南部和香港 都带来的巨大的损失 但是目前国际和国内 学界关于气候变化 世界自然遗产 和传统 少数民族 或土著民族 传统知识 这样的研究 还并不多见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是在这个大多数世界 无论是自然 还是文化遗产 保护地 并没有针对气候灾害 应对气候灾害 的这样的政策 和措施 第三个呢 是在世界自然 或者文化遗产 保护地 相关的政策和法律 并没有考虑 当地土著民族 或者少数民族 的传统知识 今回中国国内 あるいは国外 合わせて 何故这个 我们的谈论 要说 基礁に関する 问题 和文化遗产 保护的 考虑 非常不正的 政府的政策 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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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其次 以普通话 和日文为主的 研讨会持续了两天 在这里 只是截录了 小部分的片段 不知大家 不知大家 看见 我 有没有 事次以普通话 和日文为主的 研讨会持续了2天 在这里 只是截录了小部分的片段 不知道大家看 看了之后 对全译和翻译的工作 有没有加深了少少认识呢 我们除了提供专业的日 英、中、全译 及翻译服务之外 也都会为已经拥有N1资格的同学 提供全译及翻译训练 有兴趣的同学 有兴趣的同学 记得联络我们呀 在我们的网站 在这里还可以找到很多其他学习日文的资源 在这里还可以找到很多学习日文的资源 在这里还可以找到很多学习日文的资源